一大 一大 Hello 大家好 我是Verset3chan 今天呢 是3chan先生日语颠覆想像的第二集 就是 為什麼日本人動不動就很痛 好像這個痛的日文呢 就叫 那這個一代呢 日本人真的動不動就在用這個一代 像這樣子 那這個一代呢 它除了痛感的痛之外呢 還有一個大家不知道的意思 就是 看不下去的意思 嗯? 什麼是看不下去? 就是 並不是說他 自己很痛的人喔 意思是說 這一個人的行為 讓人看不下去的那種意思 那這個一代就是 就是 就是 就是看不下去 就是 我看到他就覺得 我痛 有一點像是說 你看到有一個人是做很丟臉的事情 你看到他 你看到他就覺得 天哪 你自己都替他感到羞愧了 的那種感覺 這個就是一代 日文的看不下去的意思喔 可能舉個例子 比較常聽到的用法 可能舉個例子 比較常聽到的用法 或者是說 那大家有學起來嗎? 所以 一代不只是有痛的意思喔 在上網看日本人的留言的時候 可以注意看看 真的好人常看到喔 好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歡迎大家留言告訴我 你知道之後的感想是什麼 你可以告訴我 你是用我拍的日文主題 那如果覺得影片有趣的話 別忘了按讚留言分享 然後也要訂閱喔 然後按鈴鐺 有新影片會通知你喔 然後還有其他的來賓影片 好 然後 也有每天用我Facebook 可以一直有人用中日文分享資訊 也歡迎你追蹤 那我們下集再見 掰掰 不要講 不要講